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2008年开始建设计划利用10到15年的时间建成 到现在为止 生态城开发建设的十年中 主要集中的重点是我们的起步区 也就是南部片区 为了给生态城的这套生态环保的属性提供这么一个衡量的标尺 当时制定了一套生态城的指标体系 先有了指标体系之后才是编制总体规划 这样的话总体规划实际上是落实指标体系的一个具体的途径 指标体系一共包括22项的控制性指标和四条引导性指标 控制性的指标都是偏定量性的一些指标 主要是对生态城的生态环保节能减排领域进行一些定量的约束 我们把这个绿色建筑其中的节能的这个方面进行了很严格的控制 像我们这些所有的楼宇它的保温的性能都要高于其他区域的这种传统的建筑 像这个建筑里边对于太阳能的利用我们都进行了严格细致的规定 每一个建筑的它的生活热水都是由太阳能热水来提供的 像这个一些项目公共建筑项目它也采用了土壤原热泵 比如说在绿色建筑方面我们比较推行的是这个低能耗的这种被动式的绿色建筑技术 这样的话不会给建筑的建造带来过多的成本的增加 同时将来在国内其他城市去效仿去这个推广的时候 也有更有它的复制的价值 2008年开始建设之初面临的挑战有很多 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区内的水体污染情况非常严重 生态城里边有一个营城污水库 这个污水库承载了北部汉谷城区40年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 所以说生态城也是下决心 通过这个国内外的科技的力量和自主研发的一些技术措施 利用了三年的时间赤资十个亿对污水库进行了彻底的根治 其他的不利的条件 比如说这个区域的属于滨海的区域 所以说它的土壤的延检化程度非常的强 我们在绿化种植方面 更多的是种植本地市生的适合延检地生存环境的这种植物 这对我们来说当时都是一些挑战 对我们第一批进入生态城的建设者来说 可能最欣慰的或者是或者说最感到自豪的就是 从十年前进入这个区域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延检荒地 通过了十年的建设 这里边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十万人居住 有三万人就业的这么一个移居的新城的状态